比赛刚开场就进入了一个快节奏 8号 曹县东的产球直接被主裁判出示了黄牌警告 随后 泰山队通过任意球机会将球掉向进去 不过 皮球在经过两次百度之后并未形成攻门 泰山队随即利用船中再起攻势 这次是6号李明完成了一脚高难度的侧身抽手 国安队的第一次进攻来自左侧任意球 最后 谢指导的端射高出了门框范围 在上一次的联赛交手中 国安队在课场1比3赋予对手 所以 这场比赛全队上下也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然而泰山队反客为主的气势让玉林军有些难以适应 这次是素茂贞在禁区内完成了一次包抄强点 泰山队继续控制着场面 小将21号王超在40米开外尝试了一脚远射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泰山队又通过左侧的斜船掀起了波澜 最后 素茂贞的睁顶攻门稍稍偏出了锦门柱 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 泰山队沿后场展开快速反击 素茂贞从队友的脚下顺走皮球之后 随即利用身体沿自己的左前方形成突破 最后起左脚滴射圆角破本 帮助球队在九宫之下取得了领先 此时的国安队才如梦出行 7号谢峰沿右侧将球撩向锦区 最后 林德诺在干扰下的冲顶攻门掀出了球门 下半场一边在站 国安队继续通过船中创造机会 不过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比赛第51分钟 国安队通过后场的大脚误打误撞形成了机会 可惜林德诺最后的投球攻门被门将张鹏申化解 这也是这名外援第三次浪费得分机会 随后国安队继续通过两侧的起球寻找破门良机 替补上场的高宏波也完成了上场后的第一次出球 泰山队则通过反击来威胁国安队的防线 比赛第65分钟 11号刑瑞在禁区右侧送出妙传 可惜李明在后点几乎错失了一次空门的机会 在随后的比赛中 国安队虽然攻势如潮 但始终无法取得进球 最终泰山队凭借宿茂珍的进球 在各场带走了三分